她在日常生活里对你好吗 对我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那你指的自我是指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她就打游戏吧有一次 她就是经常跟朋友在一起组队打游戏 玩到金星的时候 总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特别吵特别闹 然后正赶上那次我转天就要考试 我就跟她说 我说要不然今天就先别打了吧 然后她非得没答应我 还就是跟朋友准时准点的玩了起来 当时声音真的特别吵特别闹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第二天都提不起精神来去考试 你说你当时你就停一天就不行吗 游戏能让饭吃吗 少打一次不行吗 最主要的是我没有影响你睡觉 我在客厅玩我的 然后你在卧室睡你的觉 我觉得门一关根本就没有声音啊 怎么就能影响你睡觉 而且你也不能播得我的爱好吧 你当时戴着耳塞上的打游戏 你当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大了 况且我也没说是播得你的兴趣爱好啊 那你平时主队打游戏跟他们一起打 我也没拦着你不是啊 他还喜欢什么呀 除了游戏之外 他还喜欢看球赛 我那天因为要考试啊 而且 就平常你不会管 只是因为你要考试 对 平常我不管 那他看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吗 看球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旅游 我们两个人都喜欢去旅游 我刚好有一个朋友 他就做旅游这块的 然后他就给我们弄了一个那种情侣的套餐 我就跟他说 没想到当时就回绝了我 说什么跟他的朋友去看一场球赛 我难道还没有一场球赛重要吗 不是说你没有球赛重要 那当时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你可以跟你闺蜜 跟你朋友去啊 你去旅游 然后我看球赛 大家不都玩得挺好的吗 那我定是情侣套餐 那我跟我闺蜜一起去 算是怎么回事 我是跟你谈恋爱 还是跟我闺蜜谈恋爱呀 问题是那场球赛 它就只有那一场 就测过了就再看不到了 好好好 而且咱们以后的时间长着呢 就可以慢慢地 以后什么时候去玩都可以啊 所以女生 我特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从你现在来看 是你重要还是球赛重要啊 我觉得当然是我重要了 那就是后来她跟你去旅行去了 没有 她去看球赛了 那你说球赛重要还是你重要啊 球赛重要 那就完了嘛 你要跟球赛和游戏争宠 那你要争宠的对象太多了 累不累 累 累 但是还要坚持是吧 有没有想过离开她呀 有想过 那你跟她试着分手过吗 有一次就是要分手了 就是我在学校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很晚了才回家 然后下公交车之后 我就发现我们家旁边这附近 那个地方正在施工 当时就是挺黑的 我就想打电话 叫她过来来接我一下 没想到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说她正在和一个朋友喝酒 让我自己先回去别去烦她 然后我没有办法了 只能自己就猛手走回去 那个地方路又不平 我一小时就把脚给扭伤了 我当时真的特别的委屈 又挺无助的 就说你当时去干什么了 就这么丢下我不管 我当时也跟你说了 就是一朋友 关键我们好久没见了 他特意从外地赶过来 然后跟我就吃个饭聊聊天 第二天就要走了 我也不能说把他自己扔在那 然后我走吧 那个时候我是自己一个人 在那走夜路 你难道就不怕我会有危险吗 我在那住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那治安一直都挺好的 也没出过什么事 而且那天晚上你把脚崴了 我感觉就应该是你自己不小心的 晚上现在 你当时分手了吗 对啊 自从那次之后我就觉得 我好像就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调剂品 然后我就想着 要不然咱们就先分手吧 就是两个人好好冷静一下 分了 就是再好好想想 但是就那段时间 我不是脚又扭伤了吗 然后他又挺细心照顾我的 然后我又挺感动的 我就想起来他以前又对我那么好 然后我就想着他可能以后会改的 然后我就原谅了他 没想到事情根本就不是我想的呀 他就是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我 就让我生病了 住院了他都不去照顾我 就看我一眼 就有一次我得急性长眼了 就是上厨下切的 没有办法了只能去住院治疗 我当时自己一个女孩在外地读书 身边又没有什么亲人 我肯定希望她是做男朋友的 去医院看看我陪陪我 但是她总说就是以她工作忙为借口 然后从来都不过来医院来看我 你住了几天医院啊 住了大概有五天 她一天都没去吗 我去一次都没去吗 去了我也不是说没去 我肯定抽出时间也去过呀 去过几回啊 去过两三次 你是去了 每次去都是匆匆忙忙的 太容易一眼就走了 你当时工作真具有那么忙吗 那个时候不就刚开始创业吗 肯定很多事都要我亲自去做 如果我不做的话 别人没有办法弄 而且当时我为什么那么努力 我不也是为了 我们以后能有好的生活 肯定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着想 那我不工作 以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现在算以后了吗 现在跟那会儿比算以后了吗 算 那你也没跟她吃什么喝什么呀 不都跟你的小粉丝在一起 吃吃喝喝吗 没有那是之前 现在不怎么玩直播了呀 那现在呢 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她就是现在就根本就不在乎我 那你要来干嘛 但是她以前就是对我挺好的 对 那你要来干嘛 我要来就是想让她改一改 让她在乎你是吧 对对 对对